全红禅能否顺利参加今年巴黎奥运会 这个问题扑朔迷离 目前还无法得到确认 他的状态和跳水队高层的战略部署 都可能影响最终的决定 众所周知 全红禅已经是年轻的大满贯得主 按照目前的状态 他应该是巴黎奥运会唯一一个 免时入选的运动员 可事情的发展 会不会按照我们预期的进行了 这点无从得知 只能说体育赛事充满了千变万化 还记得东京奥运选拔赛吗 我们爱戴的小金豆 不正是被无缘无故的给顶替了吗 其实 当时曾有人多次提议 换回一项稳定的小金豆 只因全红禅年纪太小 并且缺乏国际赛事的经验 立马让其挑起这么大的重量 怕是会力不从心适得其反 会不会顶不住压力 导致频繁失误 估计当时跳水队高层内心都犹如 宫丽娜的那手忐忑 但为什么铁娘子周记红 最终还是决定坚持选全红禅了 其中的奥秘 现在大家应该要耳轻不染了吧 想想当时这一决策 可谓是胆大包天 居然让一个乳秀未干 出路锋芒的黄毛鸭头 代表中国出战奥运 可对于禅宝的粉丝来说 正所谓如虎添一锦上添花 那么 我们今天就来按键重演一下 为什么全红禅 能在2020年的奥运选拔赛上抢尽风 想象一下 一个顶着一头黄发的年轻跳水选手突然出现 这本身就够引人注目的了 大家可能一开始都在想 这个看起来有点非主流的小棍 是从哪冒出来的 但全红禅用他那出生牛犊不怕火的勇气 和出色的跳水技术 很快彻底征服了在场的所有观众 交出了一封满意的答复 当他站在领奖台上 带着那份有点傻气的威胁 可能当时的他 还没有完全意识到 赢得这场冠军究竟意味着什么 就在大家都认为全红禅 在跳水一届无人能敌的时候 他在备战奥运会的训练中 却暴露出了一个弱点 显示出了一些技术上的不足 特别是在207C的动作上 屡屡出错接连失误 使得教练团队坐立不安相当担忧 部分跳水对高层提出了对应的策略 考虑用表现一直很稳定 增加起来替换全红禅 然而 面对这样的建议和团队的优历 周主任毅然居然的还是选择了 继续力挺全红禅 这种坚持让人钦佩 尽管我们不明白 周主任为何这么坚定 但可以肯定的是 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这份艰巨 我们可能就错过了 全红禅接下来的精彩表现 而在这关键时刻 他好像意识到了自身的短板 变得十分焦虑 并且承受了巨大的压力 要知道他清楚自己必须迅速成长 改变现状 可又不知道该如何是好 正当禅宝束手无策之计 陈若林的出现 就好似雪中送太 不仅成为了禅宝的主教练 还有着同样的经历 并开始对禅宝进行了一些针对性的指导 通过陈若林的精心指导 全红禅在那些曾经让他头疼的207C动作上 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五冠王就是非同凡响 逐渐全红禅恢复了往日的自信心 207C的动作也开始变得越来越稳定 最终 在东京奥运会上 全红禅展现出了惊人的天赋 不仅创造了十米台的新纪录 还把跳水这项高级运 推向了一个全新的高度 但回国后 随着身体发育的变化 全红禅的成绩开始了明显的下滑 技术水平进了瓶颈期 最后 我们希望全红禅能够攻克难关 继续努力训练 顺利参加即将举行的巴黎奥运 继续大放异彩 为国争光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 屏幕前的你支持禅宝参加奥运 欢迎在评论区各输几件 我们下期再会 大家好 我叫全红禅 我今年14岁 全红禅的成功是一夜成名了 他也是因为由于疫情的原因 这个奥运会的 应该说奥运会的延期吧 所以他是冒出来的一个新队人 是去年10月份 他没有经历过任何的国际赛事 这段话是周介红 在一次采访中所表达的观点 他表示 正是因为疫情和奥运会延迟的缘故 全红禅才突然展露头角 小编多次回听这段话 总感觉哪里有些不对劲 他的意思是不是在暗示全红禅 夺冠其实只是碰巧的运气 他是不是在说 如果没有疫情导致的奥运会延期 全红禅可能根本不会获得冠军 甚至可能不会成为跳水梦支队的一员 真搞不懂他怎么会异想天开 语出惊人 全红禅作为年仅14岁的奥运冠军 他的含金量确实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不过他的跳水技术 以及在严峻形势下的抗压能力 粉丝们都是有目共睹的 尤其是在东京奥运会上的出色表现 彻底推翻了周主任的滑稽言 同时随着全红禅顺理蹬顶 跳水界似乎就像枯木逢春一样生机勃勃 一度成为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甜点 甚至朋友相聚时 如果不带点跳水 全红禅水花消失术等话题 瞬间会让你有种与世隔绝的感觉 可我们的铁娘子周主任 偏偏非要反气道而行 就在大家都还沉浸在夺冠的喜悦中时 他再次把自己推向了风口浪尖 顿时弄得小编都想口吐芬芳 采访中他表示 可能他今天是奥医荷冠军 没准再有一个月 他就可能什么都不是 此番言论一出 哪怕你像毛一样有着九条命 可能都会一命呜呼 随着一系列网络传言的爆出 有说周主任独断专权的 也有说他为了陈玉希不择手段 故意打压产宝的 甚至更离谱的说 之前采盘牙分 是他一手策划的 俗话说谣言至于智者 不过回想起之前采盘牙分 周主任确实说了一些莫名其妙的话 当时连看台上的粉丝 难道身经百战的周主任 真的看不出来 难道是因为全红禅并非他亲手培养 所以百般刁难 这或许是全红禅遭受不同待遇的根源 不知诸位有何高解 让我们继续往下看 据我所知 全红禅来自广东湛江一个贫困的农村 没有任何背景 完全依靠自己的坚持和不懈努力 也以近日的勤奋学习和训练 经过一路披荆斩棘 最终成功加入中国梦之队 在东京奥运会上 他凭借卓的表现 击败了所有对手 夺得了金牌 那时的他只有14岁 随后在众多大型比赛中 展示了他那无人能挤的跳水才能 他的谦逊和低调赢得了大量粉丝 同时也让更多人 对跳水这项运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全红禅在跳水领域 确实取得了显著的成就 尤其是在2023年的体坛榜上获得了 最佳女运动员的提名 而陈玉希则未能入选 这无疑是昭搞天下 全红禅以一己之力 得到外界广泛认可 更为显著的是 在所有候选人中 全红禅是年龄最小的 这无疑再一次证明了他的天赋异比 对于这样的消息 当时我们的铁娘子周主任会是合复嘴脸 全红禅已成为跳水队的核心人物 预计在未来的比赛中 将领导队伍争取更多荣誉 在这关键时刻 铁娘子周继红应当给予他 更多的指导和支持 帮助他不断超越自己 盘登新的高峰 让我们共同为全红禅加油 期待他更好的缔造神话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欢迎各位看官评论区各书几件 我们下期在乎 真的不敢想象 随着一场跳水国际赛事的闭幕 三个不同家庭的教育方式 展现的淋漓尽致 你知道陈玉希母亲 是如何用尖锐的话语 评价全红禅的吗 你又是否知道 作为被全红禅挤兑掉 无法参加东京奥运的张家琪 为何受广大粉丝爱戴与钦佩 那么今天就跟着小编 一起来分析一下 以稀进 全红禅在东京奥运会上 施展了祖传的水花消失数 那几乎完美的一跳 令人印象深刻 这位年仅14岁的跳水运动员 不仅一跳成名 还因为惊人的表现 一举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 同样也正是这一跳 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 俗话说得好 有人横空出示金榜提名 那么就有人默默无闻名落孙山 随着全红禅得到广泛关注后 大家好像冷落了 另外两个世界冠军 陈玉希 一个出生在上海体育世家的小姑娘 从小就被看好的种子选手 在父母的影响下 早早的就接触了体操 随着年龄的增长 都说体操与跳水是一家 在2011年加入上海跳水队 经过多年的刻苦训练 他开始在国内外的比赛中 崭露头角 曾多次获奖 并被誉为中国跳水队的未来之星 然而 在东京奥运会上 一个横空出示的黄毛鸭头 一路过关斩将 以绝对的实力夺得了奥运冠军 未能让陈玉希如愿以偿 从此之后 中国跳水队好像只有全红蝉 各大媒体也开始了追踪报道 可就在此时 陈玉希的母亲好像按捺不住了 开始蠢蠢欲动 在某档栏目中公开表示道 对的 因为陈玉希曾经 这个年龄的时候也是这样 就是 好像损话就是 就是没有 但是现在就 他就会出来 此番言论 彻底让小编认识到了 所谓体育世家的真正嘴里 格局知晓犹如井底之蛙 心胸狭窄度量浅薄 虽然作为母亲力听自己的女儿 必然是无可厚非 但如此忽略一个努力拼搏 天赋异禀的运动员 好像不太好吧 然而 与陈玉希的母亲截然不同 作为被全红蝉 间接挤掉的另外一位运动员张佳琪 她对全红蝉的一番评价 那简直是以德报约 尽现大将之风 使得网友们纷纷为其点赞 确实啊 她就是一个小天才 这不可否认 大家也都看到了 作为师姐这样一个队友吧 就平时小姑娘也是开朗幽默 也挺好玩的 然后大家都是不去为国争光 我觉得没什么必要去说 有什么很大的竞争关系那种 就是很平常 在场上我们是队友下来 就是朋友 张佳琪的言诺 不仅表现了她的职业素养 还展现了她的个人品质与家庭教育 正所谓没有对比 就没有伤害 陈玉希的母亲真应该接受现实 既然女儿既不如人 又何必找各种理由呢 尽管陈玉希的记忆不可小看 但俗话说的好天外有天 自从全红蝉在一跳成名后 她就迅速斩获了大量粉丝 无论她走到哪里 都能感受到粉丝们满满的祝福 然而 全红蝉的父母 并没有利用这股热度来谋取利益 相反 他们不断提醒全红蝉保持本色 不要迷失自我 这种朴实无华的家庭教育 是全红蝉能够 保持谦逊和低调的重要原因 证实这样的性格和态度 使得全红蝉在体育界广受欢迎 她无疑是名副其实的体育宠儿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屏幕前的你对此怎么看 欢迎评论区各书己见 我们下期再会